集數生的故事 為了小孩 我什麼都能做 選六大Man爸爸會做的事情 請 來 咪 戒煙戒酒戒興趣 你問說你有戒興趣嗎 沒有戒興趣 沒有啊 可是可能因為 他就戒了 剛剛問 結果那個附近南路那邊的 什麼什麼 他馬上告訴你哪一家 不要說2032 他那個水不好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金燕助理 文文 歡迎收看 國公幫幫忙 孫鵬 我請回來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來 文文 文文來 文文今天露勾咧 對啊 他露勾手就不要遮了 來 走個秀 music 哇塞 我問你 今天要講什麼 今天要講的是 要不是為了孩子 打死我也不幹這種事 好 好 那你覺得男人結了婚以後 為了小孩 或者為了老婆 改變自己的習慣 是不是很偉大的事情 非常偉大 我覺得那是一個好辦法 你是女人中的女人 你了解她 沒錯 說到了 好 今天講的是 要不是為了孩子 打死我也不幹這種事情 好 為了小孩子 改變最大的是什麼事情 我以前到現在 不可能幫小女孩洗澡的 因為女兒 女兒 都是幫大女孩 不是 大女孩幫我洗澡的 對啊 我大男人的 那動都不動的 對啦 對啦 但是 我幫女兒 全身上要洗得乾乾淨淨 包括她的那個 就是屁屁啊 全部都洗得乾乾淨淨的 你從幾個月開始 從她生下來 差不多一個月左右就開始 屁屁 還好還好 因為第一個月 做月子是我爸爸洗 爸爸比較有經驗 然後 我看了她差不多將近 一個月的時候 接下來每一天都 我堅持要自己幫她洗 我覺得我洗得比較乾淨 然後小朋友跟我洗 他也會很開心 OK 所以你這幫小孩洗澡 是跟爸爸學的就對了 跟爸爸學的 對啊 我覺得其實 已經還滿偉大的 因為幫她可以洗很乾淨 每一天都要幫她洗 旁邊有777的聲音 你們生孩子了嗎 我希望你女兒你有幫她洗 有 我其實是 今年才開始幫她洗 今年才開始洗 幾萬歲了 最小的洗 都洗 你幹嘛不等18歲才洗 老大你幫她洗頭而已 因為我覺得她每次洗頭啊 我在吹頭髮的時候 那個頭皮的味道還是 洗不乾淨 洗不乾淨 對 然後但是呢 三個女兒我都是會 洗一洗洗一洗 我就說屁屁跟尿尿的地方自己洗 哦 從小就 從小就 你在擔心care什麼呢 為什麼不這樣就直接洗 你不好意思什麼 不知道怎麼洗啊 你沒學過 對不對 你可以跟Vicky學 我們學的 不是一般一樣 想到哪裡去了你 對啊 就像自己洗 還好我有研究 其他可以幫她洗 如果洗不乾淨去一個 我也可以幫你的女兒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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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是幫女兒洗比較難 幫兒子洗就比較簡單 周周 你做了什麼改變 其實我最大的改變就是我變得 不看面料科了 不是 我變得忍辱負重 哦呦 對因為我覺得 以前跟我老婆還是單身 就沒有小孩的時候 我們當然 大概情侶一定都會有吵架 有爭執 是 那因為現在有了小孩之後 反正只要一吵架 他就一拿出小孩子 我就 整個就沒有聲音 嗯 拿小孩當籌碼 對 實在 對 他就說 等一下他是怎麼樣當籌碼 不管 他就任何的東西 他都可以把它扯進小孩 對 他說反正我不管啦 你就是陪小孩的時間比較少啦 哦 然後我就說 不過 這個事實是好的 不是說我們把時間挪去玩樂 我們是賺錢回來 對 可是但是當吵架的時候 他就不管這個事 對 他只講局部 你就是不陪小孩 你現在在對迪英姐講話 感覺廢伏自己 我是可以了解他 也好小時候 你最特別忙 最近講到這些東西 你都廢伏我 我很肯定他 偷信他會被講 是的 真的 真的 彼此了解 這個他只要不管吵什麼 他只要一拉到小孩 你就 沒話講 而且就輸了 不是還有一點 可是 因為 因為你太太也在 也在工作 對 對不對 那 他這樣講你表示說 你的時間更長 更長 在外面的時間 對對對 工作時間更長 他就是常常會舉一個例子 他就是說 你看我可以為了小孩不接 早上的通告 不接晚上的通告 但是你不能說 我不看早上的病人 不看晚上的病人 不可能 這是你工作的專業 對不對 講真上去改八道 講什麼懂不懂 伊德 哇 水 對不對 不得了 他們下次講 你排小孩 你老公有伊德 對不對 我又不是秘儀 秘儀大家隨便 愛看不看對不對 從蒙古來的蒙古代表 我每次都走東西馬上就跪在他面前說 對不起 我下次會趕快 會多花一點時間 陪小孩 千萬不要磕頭 不然會像我這樣 要有尊嚴 找到人 磕頭不被踩吧 磕頭不磕出聲音來 代表沒誠意 其實你終於承認了 原來是自己 沒講 是你自己講 磕這頭 好 那那個 亮先 亮澤 我覺得我 有點像 也是把自己的尊嚴 放在地上 對啊 什麼事 像我 一方面是時間 我以前 常常 比如說我在外景主持回來 偶爾放假的時候 比如說跟朋友玩 喝酒 在朋友家可能會達到 三四點 我是 不最後一個離開 我不會把羞 但是現在因為小孩子 只要老婆說一個 嗯 小埔累了 小名叫小埔 小埔累了 十點半離開 對 就一定要有限制離開 好慘 很慘 你也是這樣嗎 我有聽出廢伏的聲音 不是 你不是嗎 你到十一點 這聲音會不好玩 當最好是 現場不精采 我留下來幹什麼呢 沒錯 那邊我那天自己 我去我自己店裡 我待到三點 哎呦 好不錯 好煩喔 那這樣講一下 你除了那個三點之外 你每一次的都到十一點 那每一次都不好玩 不好玩 而且剛好都到十一點不好玩 對就是到十一點都不好玩 不好玩 不好玩 手邊都還在想不好玩 對 因為要回去了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因為再帶下去沒什麼意義 所以就回家 也不能幹嘛 然後你呢 然後咧 然後就幾乎 所有的拖 要不說移到我 即便是移到我們家 也是差不多都是九點多 十點就要結束 好想要睡覺了 對 如果是小已經睡了 所有人的那個分貝全部降一半 你這樣聊天怎麼玩啊 這完全沒有辦法聊啊 連酒都喝不下去了 這一點我就厲害 沒事 大聲吼叫 我可以在我下樓上弄到五點 喔 還日出 喔 而且大吼壓 被你去丟東西了 這麼沒了 是因為小孩不睡 因為小孩三年就起來了嘛 小孩不睡 我其實 跟前面三位都差不多啦 像康哥的店 我大概五年 五六年沒有走進去過 對 然後而且平常就是 玩新整個都收回來啦 也不打電動啊 就是電動很少打 不打電動這太難了 真的嗎 我到現在還是會打電動嗎 你真的不打電動 我也會 很少 就是 而且我玩那個電視遊戲嘛 然後小孩子會學 然後後來學了之後 我隔天起來發現 我那個搖 搖桿上面的香菇頭不見 被他咬掉了 然後也不知道 到底是吃進去 還是 不知道跑去哪裡 離奇失蹤 離奇失蹤 所以之後我覺得 也不太敢玩 就都收好這樣 對啊 免得在玩的時候 搖的時候 那個小孩頭在那邊跟著轉 所以不打電動是太難 很痛苦啊 就搞到自己都快精神分裂這樣 可是我們剛剛問的問題是 為了小孩做什麼改變 對不對 那從這個 Jason之後三位都是在 抱怨 什麼都為了小孩做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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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左座亮澤 都放棄朋友 都在抱怨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敢問了 我又改變了 我改變做新了 我改變做新了 改變做新了 好不好 要肯定自己 對 童哥你剛才說你很了解我現在 現在是現在 現在是現在 每一個人家裡面都有不同的壓力 沒錯 他壓力特別爆點 多彌陀佛 小孩子哭的話怎麼辦 你怎麼哄他 我有時候就是會把他抱起來 轉移他的注意力 然後轉移注意力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我們家有養魚啊 魚缸 所以我就帶他去看魚 最怕的就是 你過去就是 還沒怎樣 就一直要安慰他 安慰他 他反而覺得越來越委屈 他就哭給 越哭越大聲 對越哭越大聲 他有時候自己走路 自己扶著沙發走一走 不小心摔倒 他就 開始滅嘴了 然後找人 然後看你可憐了 他一定哭 你如果你就跟他對到眼 張說沒事 趕快問了 沒事 對啊 一找別的事 沒錯 沒錯 我女兒哭 其實我女兒跟我一樣 頭腦還算蠻簡單的 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是一哭 就是直接抱著就出去外面 我們住政大那邊比較荒郊野外 怎麼樣 一哭就嚇他 一哭就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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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頭 然後就抱著 然後就走了 所以其實要哄我女兒 算簡單也算很難 因為你必須可能 你要抱他出去玩了一個小時 他才不會哭 所以通常 回來的時候你已經淚彈了 他對哭的也太有痕心了吧 很執著要哭 他很執著 他只要一出去就哭 但是一回來 比如說一回來一進門 他只哭 那沒辦法再出去 所以我們有 有來回過六七次的 有時候是家裡有髒東西 家裡有髒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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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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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你用一些其他聲音句話 你最後會真的哭出來嗎 有眼淚嗎 我真的哭過 我真的哭過 有一次我女兒 你也太累了 不是 因為我大女兒她小時候很難帶 然後她很黏 媽媽又喝母奶 然後她有一次她就真的哭啊 哭了一個多鐘頭 而且她哭是那種深思力竭 那種 她會這樣 那種沒有聲音對不對 聽五秒 然後這種重聲音 然後所有人都嚇死了 然後最後哄不停啊 我真的哭給她看之後 她笑 最Man爸爸會做的事 讓現場很心酸 誰是最Man的爸爸 來 1 2 3 最帶重的爸爸 哎呦 亮者 阿迪 唐志忠 做作 做作一票 唐志忠 阿迪 做作 亮者 做作 做作就這樣 最後第四名有兩票 做作弱掉 唐志忠 唐志忠兩票前面 因為做作他是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覺得亮者是很 亮者 亮者 以這個人的 行為 外形 跟感覺 之外呢 我還知道她 的太太就是 是一個導播嘛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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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導播 導演結婚 對不對 這個人呢 就是一個沒在怕的 做作為什麼最辣 做作應該她是屬於 知識派 她什麼事情 她不會衝動 以那種帶種的那種事情 去分析事情 她是用她的思考邏輯 跟她的知識 翻書的方面 來研究小孩子會怎麼哭 三長生一短 先代表不吉祥 研究為什麼不吉祥 想辦法 對 想辦法來處理 所以不應該說不帶種 而是用比較聰明的方式 來帶孩子 是是是 拉可 拉可覺得唐子中為什麼 傑森我覺得 以 我從以前認識她 她的個性 我覺得她根本是不會 餵小孩 然後去做改變 然後可是現在看到她的形象 我就覺得 真的 沒有辦法想像 外面那一大片森林 她都不要了 就放棄了 哇塞 在家裡熟了兩朵花 對啊 好幸福喔 方哥 我跟你心照不學 你不要在講事情 我講而已 可是這樣為什麼是最帶種的 可以餵 你知道那種歌詞有多難嗎 對啊 是我的話我就 從一個彩色的世界 變成一個虧白的 知道嗎 那為什麼覺得做作 因為太做作 你應該講不過她 我 不會我都講得過她 但是我都不講 真的假的 我聽Vicky講不是講 大家在外面啊 出去 然後做作不知道在幹嘛 就對了 然後那個佩甄就會 做作 做作 哇塞 是這樣的喔 對啊 然後我老婆今天早上問我說 你在幹嘛 為什麼要打扮 我說今天有個錄影 然後還趕快補秀 然後這是昨天臨時約的 臨時喬的錄影 不關我的事 她會怎樣 她會怎樣 都會不開心嗎 才會讓你出來就對了 沒有 因為她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先報備 對 為什麼沒有先報備 但這真的是昨天喬的 這樣 上我們節目還要報備喔 要啊 別的節目要不要報備 都要啊 都要 上節目都要 怕亂講話 對 你知道嗎 除了上節目其他時間 都被關在診所是不是 大部分 對 你的診所大門有鎖對不對 沒有 我們診所有 鑰匙在他身上 我們診所有monitor 可以遠 遠端監控 網巫票選六大man爸爸會做的事情 來 一 戒嚴戒酒 戒興趣 這個是 不是啦 這個是 我覺得前兩項我認同 戒興趣 這應該好像戒興趣 興趣不行 對 就應該講不良的興趣 對 對不對 這個是我有做 戒嚴戒嚴 非常好 我一懷孕我就戒嚴 是 我今天剛好戒817天 你還算喔 恭喜恭喜 你把戒嚴當兵喔 沒有 因為有一個人幫我算 對 所以我把那個 戒酒本來就已經不大家喝了 沒有啦 酒四量 因為有時候應酬交際 對不對 跟長輩啊 嗯 現在這兩個 這兩個我都是 硬 ING 正在進行中 很好 這個 這個 這個我沒有 沒有路 No way 沒有路 沒有路 不可能嘛 你說結婚以後生小孩 不能去潛水 為什麼 你哪有做事 對啊 不能游泳 為什麼 不行嘛 所以我跟你講 真的 他沒有戒興趣嗎 沒有戒興趣 他有啊 只是可能因為 他就戒了不再萬萬睡摩特爾 但是躲在睡摩特爾 年輕的時候 二十多歲的時候 你有一段時間 經常問 就問那個附近難度那邊 喔 什麼什麼 他馬上告訴你哪一家 喔 房型哪一個比較好 馬上知道 而且那個小兒的沖水量 對 很重要 那家水量比較猛 不要做二零三 二零三喔 他那個水不好 大便沖不掉 房間 房間 房間跟房間出現的差別 都知道 你怎麼喜歡去摩特爾大便 奇怪 太愛土 你們有借信去嗎 有 我有 借高夫球 蛤 真的我小孩三歲三年來我就打一場球 為什麼不讓你打球 沒有因為打 因為我們平常一到五還蠻忙的啦 所以打球大概都要假日 他假日 對 是他要求你借的嗎 他沒有要求我 他沒有 他從來沒有要求我借 是你自己借的 他有暗示嗎 他沒有暗示 他就說 他就說這禮拜天 這禮拜天我們要去巴黎 十三勤館 他都幫你命好啦 早上九點出發 請問你怎麼打球 對啊 那你有沒有主動說 你可不可以一天讓我去打球 有沒有說過這個話 然後他會不讓你去 你會被扁 我說不出來 我真的要跟我們出場 不過沒關係 這個快要改善了 因為最近我讓我老婆去學高爾夫球 這個很出場 我也覺得他會打 不會不會 是因為他去打 你在旁邊帶小孩 沒想到佩甄是這樣的你 我會說甘地 他被甘地 他被甘地 我要去打球 自被甘地掉 我沒有遇過 真的 你以後就是甘地 對 我就是甘地 你早上幾點上班 早上大概 八點左右 可是現在也沒有辦法 因為早上 要先送小孩去 上學 上去幼稚園 你送 我送 佩甄在幹嘛睡覺 他在說話 早上七點開始失話 準備下午的錄影 老婆裝很濃 很濃 很精細 他是連身體都化嗎 沒有啦 有時候還在睡覺 對 而且因為有兩個小孩 他會說 你送大的去幼稚園 我陪小的去上那個 那些才藝課程 這種 你是每天早上八點 就是送小孩 八點一定要到診所 對啊 八點多要先送小孩去 然後就去診所 一定要就對了 一定要 診所是一定要 不能中午再去 中午再去 那早上怎麼辦 還是要 所以你今天來我們露營 來這邊露營 算是旅行出來玩就對了 對啊 很開心 心情喔 很好喔 對 多錄兩天好不好 這也很好啊 對啊 這也很好啊 對啊 請他去 坐在那個樓梨口這樣 我們兩個兩個時間 對 乾淨 OK 來 第五項 有夠難約 還要提早回家 提早回家 提早回家啦 而且現在很難約 因為 因為以前啊 我怎麼會想流淚感 給自己 大家有沒有覺得 撕開這一個之後 大家講完的話 半天都沒話講 吃飯的時候沒話講 代表飯很好吃 這一條不要討論 這一條弄了以後 真的 眼淚都想流出來了 想當年 上面四條應該不用撕了吧 沒有遇到這一條的請舉手 好有 我們那時候 我覺得已經進階了 是根本已經不會有人約了 真的 沒有人約 我好一點 金色的街燈 再微不得已的我們送行 真的 不是你還有做生意 有時候這個 常常還是有人打電話 唯一的藉口 對 對 以前看到黃昏會興奮 現在看到黃昏 流淚就是黃昏 就是要回家 就是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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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講起來 我們也應該開個店 什麼 隨便啊 就是晚上經營的店 我去店裡買一個 又是黃昏 黃昏就關店 不怕黃昏 黃昏要開店 我們才有借口出去 真的是 比較難約 我投資 你看以前 以前 以前我那個 就是沒有結婚之前 沒有在怕幾點的啦 朋友兩點打來 在哪裡 照樣 五分鐘趕到 照樣 對不對 衣服都穿了以後 一定要到四點 我才肯把那衣服脫下來洗澡 為什麼 因為隨時要出動 你知道 我現在是跟以前 不但難約是顛倒 以前比如說 我老婆如果她有什麼節目 正好 她有節目 那我就可以安排我的節目 現在是 她有節目 慘了 我最怕她有節目 因為我要提早 回家帶小孩 因為她不在家 媽媽不在家 爸爸請你提早下班 回家陪小孩睡覺 陪小孩洗澡 陪小孩刷牙 對 這個這個 你跟邱昏是一模一樣的心情 我現在有點不一樣 你怎麼樣 你不管 我現在是非常希望 他有那個 安排國外 去出國外 小朋友帶什麼 傻呀 都是沒有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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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屋裡偷走 我都最爽了 對 他一次去全部帶走 對 全部帶走 那你跟菲庸兩個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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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朋友出去 請提早告知 現在這個約好 我一定 我覺得 跟居哥一樣 因為我老婆她 會 巡迴嘛 所以通常她巡迴的時候 就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那小孩怎麼辦 隨便 媽你現在有空嗎 OK的 因為我媽後來應該搬到 我家附近 然後我就連送都懶得送 她就說媽你上來一下好不好 那個 那個小埔需要你 對 對 那個時候我媽就來了 那房間在裡面 她就是他們那個 就進去了 奶奶 祖孫的世界 外面就是我們年輕人的世界 對 巡迴 絕對不會有人開門說 欸太大聲 絕對不會 我覺得那你 我跟你不一樣 巡迴是我非常快樂的事 他在台北也應該很快樂吧 你去巡迴 沒有 我覺得 沒有沒有 不一樣 因為他帶三個 因為我每次打電話回去 都是美好氣的這樣 因為他一個人帶三個 怎麼樣 有什麼事趕快講 我現在很忙 對啊 忙小孩 要不要你忙什麼 這些話真的可以在前上講嗎 好像喔 你要講兩句 我們在那裡 衝說明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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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因為你真是 如果真的 你要照顧三個小孩 本來就是很容易照起來 對 而且每個習慣都不一樣 對 我那個三個很平 阿迪 我現在也是 朋友基本上不會打電話給我 對 直接不要打 直接都不打 要不要打給阿迪 誰啊 阿迪 阿迪 我就忘記了這樣 而且我現在 那個電話一個禮拜 不知道有沒有想十次 真的 而且十次有九次是助理打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這個預約 我一定要怎麼樣 我一定要事先 比如說 多事先 現在要約 十二月要 十二月 不要 十二月 十二月 六號 下午三點 現在要先約 不是啦 就是在雙聖界 而且是雙聖喔 雙聖還要這麼久 至少要幾天前 大概 一天以前 一天以前 你不要說臨時 你不能說在那 沒事這樣 我 現在走 我要出去 他就 你要幹嘛 但你前一天講說 我 或者是 你甚至找半天講 晚上喔 我那個誰誰誰 他就 喔 他有個心理準備 就OK 那我羡慕你 你知道嗎 我才是十二月 真的是那個十二月的事情 是嗎 他現在約後年啊 後年 我是自我發起的 他並沒有規範 我覺得 應該要這樣 大概十天以前跟他講 我有什麼局 他看能不能 他要挑心情 十天喔 他要挑他心情 最少十天 慢慢喬 對 他就會有心理準備 然後道德勸說 好愛你喔 沒有他不會講什麼 他說 好十天後 你可能要幹嘛 十天 所以中間如果說 比如說 老婆 那個 譬如說今天禮拜三 嗯 老婆禮拜六我要跟那個 誰約碰面 這話我不敢講 啊 結婚多久之後變成這樣子 誰 風哥 我以為 我老婆來了 心靈靈靈 怎麼會那麼好笑啊 就是 就是說我要讓他有心理準備 而且他是金牛座人 所以他會比較希望 有規劃 事情要規劃好 但是盡量不要變動 有可能 不能說 我去聚餐 聚餐然後呢 他去追問 我要聚到什麼樣的禁忌 對 對 會變成什麼樣的 對啊 你不能跟他講 譬如說 那我十二點就 回來 不不不不不 千萬不行 十二點沒回去就完 沒錯 說話沒有那種理由 就算你的理由是很充分 但是沒有理由 還是會生氣 家裡氣氛凝結 大概一個禮拜 是節洞的這樣 哇 一個禮拜 哇 那端午節快到了 今年是約不成 我約你明年端午節 謝謝 老闆聽到了 今天也有明年端午節有事啊 OK 沒關係 我今天就跟他講 我說我要去店裡啊 幹嘛 我要出門 我要走了 拜拜都很好 一看就聽到冷冷的一聲 你知道我要說什麼嗎 不要喝醉啊 哇塞 哇塞 然後哇塞 我在那邊大概 有一半時間喝檸檬汁 喝一杯醒一杯 喝一杯醒一杯 來 你時間要 為了小孩 在 真的真的 這是真的 這個沒有話講 這個沒有話講 不上線 尤其是在 因為我們現在有第二胎 然後我們現在在做的 產檢的階段 哇塞 產檢都是最高級的對不對 除了 當然是要用最高級 像 不要叫六個來不可 醫生嗎 對 醫生六個 六個醫生兩打護士 兩打護士 哇塞 三圈啊 你前面看快一點 該我了該我了 一個一個輪流 當然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因為我們 生下來這一胎 剛開始懷孕的時候不知道 所以我們有去做那個 身體檢查 身體檢查就會做到核磁共振 還有照X光 這樣子對胎兒其實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這一胎呢 跟第一胎不同的地方 就是要做羊魔穿刺 為什麼他年齡還沒到啊 但是就是因為 可能有些輻射 輻射 在裡面 沒有就是因為我們一開始 就以前上一次做那個什麼 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 在懷孕一個月 我們還沒驗出來的時候 有做他還拔牙 你們那麼喜歡核磁共振 剛好是 剛好是 剛好沒事 我們今天沒什麼事啊 核磁共振 要不要回一下啊 對啊 回一下 結果後來醫生就有建議 我們要做羊魔穿刺 因為你有這些行為就對了 然後做做羊魔穿刺 其實也花不了太多錢 八千也是算蠻多了 但是我們要做的那一天 突然護士又跟我們講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更新的一個 基因分配的一個 那一定要做 他說那個東西 一定要做 那個東西做出來的話 你可以篩檢出來 一百五十種罕見疾病 包括什麼小胖威力症啊 這一類的疾病 我說這個要多少錢 多少錢 這個再加一萬八 加一萬八 加一萬八 就是兩萬六了 就兩萬六啊 我說 真的還假的 我說那醫生知道嗎 他說你可以諮詢醫生 後來醫生講說 其實因為你們之前 有做過核磁共振 可能有些輻射的感染 這一方面的我覺得 還是像買吧 他說你不要說了 我要做 其實醫生的建議一定是鼓勵大家做 但是你希望生個健康的寶寶 比較保險 結果做完這一項篩檢 醫生就講說 哇 你們這樣做是對的 像我們之前啊 我們也有做那個羊膜穿刺 但是之前這個科技還沒出來 然後所以我們沒有做這個 花一萬八的東西 我說那你孩子還健康 他說養得很好啊 你說非常健康 做完才跟我講 可是我那時候 我太太在 在就是要準備 懷孕啊 要準備生的時候 他只要講什麼 我還沒我還沒搞清楚 我就說好 做 那時候好當然要啊 然後 不是剛剛你說的是 對 會真的要 先答應 他都會做的 我為了小孩花最多 就是在旅遊啦 因為我認為 我真的花非常非常多錢 在旅遊 我想屈哥大家也知道 對 他是為了支開老婆 跟你不一樣 但是 但是我 所以屈哥應該很感謝我 因為我都 為了他幫 把我的老婆 跟他的老婆一起帶走 帶出去玩這樣子 母親 母親 對 沒關係 終於有個伴了 一起支開 在國語證明 就有一位成員 要加入你們 對 兩位 我幫小咪抱一對 而且 而且我記得以前我們 不管台灣 還是國外都一樣 你在五星級飯店 你不可能去叫 room service 太貴了 你就是兩個人 就走出去外面吃就好了嗎 對 現在沒辦法 小孩一肚子餓 隨便 room service比較快 你先吃 對 而且不知道他要吃什麼 你哪知道他是什麼 我點一大堆啊 我的媽呀 對 因為很怕他點了這個 他又不吃 你要再點又要再等 所以就只好點好幾樣 其實這樣比房間還貴 真的 真的 所以你 第一大堆這個想法 是老婆想的 那老婆就說 不行 還不能等 現在忙叫 我說喔好啊 我還想說 我還跟他說 好那我去樓下看哪裡可以買 他說 有room service 我說喔好我們叫room service 那時候的心情是 就是不怕貴 只怕沒有 小孩子吃不到 這樣子的 這樣子 這樣子 我覺得一樣呢 就是在 老婆在懷孕的時候 真的就是 有時候你會擔心他有時候 會憂鬱 所以他要花什麼錢 都OK 他每一次比如說買東西 會跟我要錢嘛 我們會開始分攤什麼 我說那算了 我的帳戶 從此交給他 錯錯錯錯錯錯 從此交給你的時候 你不要再來跟我要錢 他還是會跟你 小孩要買什麼 你自己要買走 就全部就交給你 就在這個上面 你就被打敗了 對啊 因為我很不喜歡玩 所以戴著你的爸爸 戴著你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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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一次給他一筆嗎 比如說給他20 讓你去買 對 一陣子給他 我覺得他好重計 我覺得他戶頭 我們就是網路戶 戶頭這樣互通友誤 他完全知道 我們現在有多少錢 我想曲哥的話你要聽 真的 曲哥錢 血淋淋的教訓 曲哥錢差點被花廣 真的 差點去帶高利丹 有沒有什麼可以 可以那個 亡羊補牢的東西 你就回去吵人家 把錢拿回來 對 還要跟我玩 還要這一招 回去吵人家 還要什麼招 你開一個新的戶頭 開一個新的戶頭 開一個新的戶頭 要夠硬 不是他跟我經紀人說 對 文明的方法 他不帶經紀人說 請問一下那個亮澄 這個月的名戲來了嗎 哇 還有名戲 完全是無所遁形 自己接 內外仗這樣做嗎 對 這個人要問宋少卿 未經產房的原因 竟是被護士嗆瞎 這個時候 因為我 把醫生不讓我進去啊 對啊 醫生把我推在外面了 我要進去差點醫生打起來 真的 兩個醫生相反 我是被拉進去 他是故意 我是被醫生抓頭髮出來 我是被醫生扒臉 拉著我出去 不是 問問問看醫生的立場 這個是怎麼樣 沒有這看 真的是看每家醫院的 規矩不同 那你呢 我有進去 我有進去 你是自願的嗎 我主要是進去 他去跟他同學聊天 他主要是接監督啦 我很怕他 就是我老婆的傷口 沒有封得漂亮什麼 不是他專業 對 那你 你以醫生的想法來講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進去看 為什麼 我也贊成男生應該要進去看 為什麼 因為你 你既然那麼想要參與他 我沒有啊 我一直去撐 那一段其實不用吧 不是 對啊 我覺得愛不用表現在這個事情上 對啊 你看那個撐那麼大 你有什麼哪一點開心的 不是你不要看那邊啊 那看那邊 那進去幹嘛 他這樣躺著對不對 站在他這邊 看他出來的那一首 是誰拿攝影機對著那邊拍的啊 不是我第一台我不懂 我後來就懂了 沒有可以進產房 我進產房 是被嗆的我才進去 被誰嗆 被護士嗆的 護士嗆的什麼東西 對那個時候 因為我老婆已經痛四天了 我們想要自然產 痛四天 他痛四天 他很痛苦 他那個產道一直不開 就只開四指 然後他最後崩潰 他決定說 你們可不可以讓我不要自然產 讓我簽那個 我就是要那個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我陪了他四天 我也很累 然後我也 我也很恍生這樣 然後就 護士就進來 稀里糊糊的 把他那個插管什麼 擺一擺 然後開始清洗什麼 就要進去了 然後就有一個阿姨 就轉過來說 那你要進去嗎 那你要進去嗎 那你要進去 那你要看看 那你不是我帶相機 然後我 那我 那我一破腹 會看到血對不對 然後他說 對啊 你不看 那你不是冒險王 哇 哇 來啊 來啊 別這樣子 別嗆 我也很狼狽 然後又留鬍子 他們可能已經輸不出來 哇 那你不是冒險王 這一句話受不了 對 受不了 繼續 受不了 整個人醒了 阿姨 我沒有冒這種血嘛 對啊 我沒在看人生產的 我還是進去 我還是帶相機 但是我後來也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角度可以拍啦 不是說你 那我這樣看著他 那我覺得你應該更厲害 你既然冒險王出來 你就要旁拍OS介紹 各位觀眾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別人就是我老婆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回嗆那個阿姨 阿姨啊 冒險王 冒險王 5秒都快要閃出來了 我還回嗆他 因為他那個真的太血淋淋了 我想到那個畫面 那個肚子剖開那個 我沒有辦法看 哇塞 我就是一直坐在那個 手術台以下 然後相機就這樣 就這樣跟著 你還好沒被那個阿姨看到 你又過來 你不是太冒險王 你不是什麼 我想他們在旁邊 已經有吸氣輸出了 我是嚴重的 等一下那個小孩不是生出來嗎 聽到聲音了 然後我就拿槽筋在那邊 傻傻的 那小孩就抱出來 哇塞 怎麼這樣子 就已經清潔過了吧 沒有 還是濕濕的 OK 抱著我 我就說 因為很皺嘛 很皺 哇塞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覺得很好笑 他說 不要不要不要 你去洗洗洗 他洗洗洗 不要不要 洗洗洗洗 然後他 他 我覺得 不需要在那個 有沒有那麼第一時間 對不對 他洗乾乾淨淨 包起來舒服 你再去 對不對 再去弄他 不然這很痛苦的小孩子 你們不懂的 我記得你知道 沒錯 他出生那一張很冷的 阿滴 你有進去嗎 有 我第一次他進去 那真的 我覺得會有很大的陰影 而且遊戲過程中 我一開始看到頭 看到天靈蓋出來 我覺得最痛的是 之後那一下 撿慧音 不要講 不要撿 那個真的 之前嘛 就是一開始不要撿 對 就是他已經 因為是開始 開始 然後撿下去之後 頭出來 我玩的 膝蓋繞緊 有一點繞 膝蓋繞緊 我附的啊 沒有 那醫生很厲害 他說你放輕鬆 叫老婆放輕鬆 然後把他推回去 再推回去 然後就感覺我手被撞好緊 他很痛 然後他不叫 他就忍住 然後推回去 然後轉 轉了兩圈 再拉出來 就OK了 就OK了 其實那時候是很危險 很危險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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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彈 不要彈 拔屎拔尿下 那是 真的OK了 說真的 我小孩子還沒有出生之後 我會覺得 怎麼可能做這個事 怎麼做得到啊 天啊 所以這 現在也還好 是應該的 而且一定要的 對啊 這沒錯 難得出門 國光特別招待 我小朋友五個月的時候 直接摸位 對 而且我覺得 因為有小孩之後 我哭點變很低 孩子叫你爸 就叫我爸 可是他第一次叫媽咪的時候 真的會 就是會很感動 而且尤其是 像 尤其小朋友在痛苦的時候 在生病 啊 那時候你看到他 因為我老大 他會爬的時候 他就很黏我 然後每次我工作回來 一打開門 他就會爬... 爬到門口 然後要抱抱 然後有一次他就是 沒過一整 然後發高 然後高了四五天這樣 然後已經 都已經 全身貪軟 都已經下不了床 然後他就 爬到床邊這樣 把他逼 然後 我就 就很 很不捨 就走到他旁邊 然後他就這樣 爬爬爬過來 然後把頭靠在我的 大腿上面 有什麼感動感動 我那時候就真的就 眼淚就這樣掉下來 嗯 那你們第一次 為小孩哭是什麼事情 這個很 跟生病不太一樣 他是小孩子被蚊子叮 是被蚊子叮 不是被蚊子叮 出了 小孩子被蚊子叮 小孩子被蚊子叮 對 因為他被叮了二十幾個 整個臉到腳 你們是去哪裡啊 沒有在家裡 因為門是關起來 蚊子在裡面 飛不出來他沒事幹嘛 跑起來叮 一直嗑這樣 對啊 嗑到蚊子都飽了 都沒辦法飛 那你在幹嘛呢那時候 我們是分開睡的嘛 小孩子跟大人分開睡 不知道裡面有蚊子 不知道 那不是夏天是冬天嘛 哪知道冬天 有一隻蚊子在裡面 那隻蚊子可是爽到了 真的 真的 那是火鍋了 所以打水 要十分鐘就換一次了 而且你知道那種蚊子叮真的很痛 因為小孩子會忍不住 一直去抓 抓癢 然後那種癢 而且你知道他叮的那種眼皮 就腫起來 腫起來 然後叮在那個腳底 腳底很難抓 抓不到 對啊 哇塞 然後佩真怎麼修理你 佩真沒有修理 所以我就 被人把他脫光 跪在門口這樣 一直咬 咬兩天 在台中給那個小黑蚊咬 那個 黑金剛 上車 去台中大坑 下去 脫光 OK 那你呢 亮子你有哭 我那個時候 我知道 我要跟大家鄭重 那個 宣布一下就是 小朋友的玩具 他常常上面會寫 比如說零歲到六個月 或者說七個月到一歲 這個一定要好好的遵守 那時候差不多我們 我小朋友五個月的時候 我們就後來買 先買了一個七個月到一歲的玩具 他上面是紙板 然後是個動物形狀 然後後面會黏那個 魔鬼簪 然後他去玩那個 比如說猴子要在樹上啊 兔子要在洞裡面啊 去玩那個 但他其實還不會玩 他唯一會的就是 把東西咬在嘴裡 哇塞 那那個時候 吃魔鬼簪 對 直接 魔鬼簪直接咬下來 直接吞下去 這麼大一個 吞下去 對 就直接卡在紅 然後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是咳到沒有氣 然後是 吸不到氣了 吸不到氣了 吸不到也卡住了 然後整個人是這樣 然後眼睛都翻白 然後整個臉這樣紅 然後眼淚一直掉一直掉 哇塞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小孩子是不能夠 刀釣過來挖的 嗯嗯嗯 然後我還只 把他刀釣過來硬要挖 可是他硬挖他越緊張 他東西越吞得越深 嗯 然後那時候我從我家 本來到萬光醫院 可能只要15分鐘 我大概5分鐘就到了 哇塞 就直接衝進去 然後後來我就去停車 我是 我 我去停車 然後我媽媽帶著小朋友去 不知道在哪裡 嗯 我在醫院上下一直找一直找 我就 突然間聽到一個 很熟悉的哭聲 然後我就 往那個方向來看 是在X光師那邊 嗯 他去照X光 然後我就 如果待在外面 我就聽到我媽媽的聲音 然後 就 聽到一聲 最淒厲最淒厲的哭聲 是 爆掉是 不要走 破音的那一種 大破音 就是小孩子 他已經哭到那個 這樣子 然後 用最後一口氣再哭 完全不知道裡面 到底發生什麼事 哇塑 後來 門打開 小朋友 因為他手指甲很尖 他這邊全部都抓得很紅 然後臉上都紅了 然後眼睛是呈現很美麗的狀態 那個當下我真的 心痛到我眼淚直接掉下來 我一下是自責 嗯 然後一下說覺得很難過 什麼 變成這個樣子 嗯 那個當下真的 嚇死我 如果我出國 去外景節目 都沒有遇過自己 覺得這麼恐怖的事情 嗯 呼吸不到空氣那種感覺 對 那個叫聲 那種狀況該怎麼處理的 送醫院 就是哈姆利克 就是小孩子哈姆利克壓一壓 怎麼樣 就是一般大人是從 一般大人是從 出來玩對不對 出來 啥意思 來啦 不用怕 來啦 你不要當歸的嗎 沒有 沒有啊 你的偶然還想要嗎 你等偶然好的 你等偶然好的再來好不好 你快算 我會幫你留住 來啦 你來推一個 不是啊 因為 因為 因為大人 是 大人就是要抱著 你就抱給我們看 不要 不是 站在醫學的角度 你想到哪裡 說說你有沒有爽成這樣 你有沒有爽成這樣 脖子也紅了 脖子也紅了 我再怎麼講話也沒有辦法 我問你啦 站在醫學的角度 教一下我們在做爸爸的 不是這個 對 這個是大人的 但是小孩子不是這樣 示範一下大人 小孩子是胸部嘛 小孩子是胸部啦 小孩子是要壓胸部 胸部 小孩子是要壓胸部 你現在講我們要學 來來來 你現在講我們要學 你先拿 你搭白隊拍隊示範 你來帶一下 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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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就是壓這個 其實也是壓胃 胃 胃嗎 對 但是因為小孩子很小 要兩隻手指頭 就夠了這樣 好 我懂了 我懂了 沒有錯 壓胃 然後呢 對 就是往下壓 就壓就好啦 因為大人是抱著 小孩子用手指頭壓 力道是要 對 就用力壓他就會 理論上他就會 他會反胃是不是 對 幫助他 因為他力氣不夠 把他吐出來 這是小孩 對對對 baby啦 那一兩歲也是這樣的意思 一兩歲我忘了 但是我覺得做爸爸 不管是為了小孩 或是你的家庭 什麼事都應該去努力 對不對 然後自己要檢討一下 對 婚前完沒有關係 婚後 責任比較重要 對 但是做什麼事 還是要分清楚是非 對 對不對 不要瞎 瞎弄 就是時尚 為了三秒鐘 付出最大的代價 就是當爸爸 對